作词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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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回忆慢慢将我包围 是欢还是悲 清醒与模糊的交汇 分不清白或黑 逆着风却要坠 不能尽求是对 你不必 我不愿流泪 为了你一生无悔 忘了我是谁 无论再过多少年岁 分心都下垂 这场路与你共度 共依偎 许我已被深情 已是沉醉 为了你一生无悔 为了你一生无 为了你一世 为了你一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小辉 别跑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呀 姐姐 小辉没事吧 他啊 挺好的 你来抱吧 你又来吓唬姐姐 以后再吓唬姐姐 姐姐就生气了 对不起嘛 可是姐姐 我有一点不懂啊 我也不是第一次看你 被吓成这样了 你既然这么怕小辉 为何要亲自养他呀 小辉是远之师兄送给我的 他最喜欢的就是小猫 我一定要把他养好 这样才能让师兄放心 姐姐 你也真奇怪 之前康亲王还送你一枝大雪雕呢 不也被你一口回绝了吗 姐姐 你不会是 你不会喜欢远之师兄吧 既然被你看出来了 那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说 你这是什么表情啊 什么时候开始的 你还记得父亲刚进户部的时候 母亲也请很多人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远之师兄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远之师兄 因为要上台表演 所以我一直很紧张 远之师兄便一直安抚我 还和我一起上台表演 那都是我们小时候的事了吧 六十几年了呢 对啊 从那个时候起 我便决定 以后 我一定要跟远之师兄成亲 你可别笑话姐姐啊 姐姐 其实 我知道 一直以来 你与远之师兄更加要好 所以 你可不可以帮帮姐姐啊 帮 我 我能怎么帮姐姐呀 若你知道 远之师兄他现在在哪儿 在做什么 时喜时忧 便来真会姐姐一生 就算是帮姐姐了 掉下 我会轻功了 我会轻功了师伏 师傅 师傅 怎么样我还行呢 你徒儿我天子聪颖 渴 渴 来了 张嘴 还要吗 虽宝 我 了 啊 啊 啊 师傅 我转起来啦 好难啊 痛 哪儿痛 最痛 快看 师傅 师傅 我顶住啦 坚持住啊 继续等啊 师傅 师傅 你看我是不是很厉害啊 快看 我的伞 我会飞啦 我会飞啦 师傅 我会飞啦 师傅 我会飞啦 我会飞啦 下来了 吓死我了 刚刚是我飞的吗 对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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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会飞啦 但是我还是不明白 您为什么天天让我练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啊 都给您许了那么久了 我连刀剑我都没碰过呢 我知道了 您不会是不想教我 故意糊弄我吧 你个小鸭子 骗子 你个小鸭子 骗子 又没大没小 我什么时候糊弄你了 那干嘛这些天 您一直让我练顶伞 您都不教我别的 我拳法 剑法都没有学呢 你以为学武就这么简单吗 让你练顶伞 为的就是让你练好你的平衡力 日后耍起剑呢 才能够人剑合一 这些东西 远比那些招式重要得多 原来是这样啊 对不起 师傅 徒儿错怪您了 你少来这套 总是这样 那明天徒儿再给您淡一壶好酒怎么样 这还差不多 行了 别磨蹭了 快去练哪 快 快去 好累啊 清禾 快快快 我坐一下 你快给我吃这杯 来吧 骆秋迟的身体 还没好转吗 好了一点 从醒来开始到现在 都过了这么久了 但是他的伤口 还是没有痊愈 不会吧 我昨天看到杭将军 就恢复得很好啊 我远远地看到他 已经行动自如了呢 远远地看到 那你怎么不上前 直接去问他呢 我不敢 有什么不敢的呀 这个没良心的家伙 用了你的药 都不知道 亲自过来感谢你一下 这个嘛 其实他不知道 这个药是我买的 我怕他万一知道了 就不愿意用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情愿他永远都不知道 也对 可怜的清禾 来 继续给我垂背 来 秋迟 你看 我给你带来了什么 这个清玉丸 可是清禾父亲 特意带回来的灵药 保证药道病除 来 给你试试 手 慢点慢点 怎么样 好了吗 好了吗 这是灵药又不是神药 哪儿那么快好啊 也对 来 杭教头 看来已无大碍 竟然还挺关心我的嘛 既然能说能动 就跟我走吧 嫌犯东夷山君 假冒身份 会入竹岫书院 视为欺君 即刻收押 不行 你不能带走他 现在不是你胡闹的时候 你给我让开 可他救了你不是吗 你不能因为他是土匪 就任地要抓他吧 你别忘了 当日在林中 可是他救了我们所有人 何况他进入书院以来 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坏事 就算他当日劫走了我们 但他也从未伤害我们 任何一个人 说起来 还是你先伤了他 灭了他的山寨在前 我杭如雪 向来公事公办 还没说你呢 倭藏土匪知情不报 是为什么罪啊 好啊 那你就定我的罪吧 你把我也抓起来吧 你尽管去告发 邀功 等你风风光光复职之时 我们两个冤魂 就天天来缠着你 不认去 囚子 秋迟 你快走 我帮你挡着 你先出去吧 不行 我不能让他带走你 这是我们的事 我会解决的 你先出去等会儿 可是 还有人能欺负得了我吗 那 那你自己小心点 放心 你自己来 还是我来 我看博士今天 撑在了你的文章啊 哪有你写得好 下次你教教我啊 行 骆秋迟 你别跑了 不跑 难不成等着被你收押吗 老师跟我走 我还能在大理寺 问你求情 给你留个全尸 先前还并肩作战 专业你就叫我死 你的话老子不信 救命之恩我自然记得 等将你收押 我也会自行了断 谁也不欠谁的 客气 谁也有 来 骆秋迟 你太过分了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板 我是不是书院的威胁 你应该很清楚 否则会担枪匹马来抓我吗 你当真不是来报仇的 我的仇 已经报了 这可怎么办 我要不要去搬救兵啊 谁 谁来帮帮我 出局疾 搓弄我 在后山社不说家的 都是你了 当时我坠落山崖 你伤了我的左腿 害得我休养了几个月 这个仇我当然要报 不过现如今我来到书院 只是为了读书 考取功名 好 那我问你 藏书阁被烧的时候 你去那儿里究竟干吗 我去藏书阁 是为了要找九年前 要杀我的仇人 你要编 也编得实际一点 你九年前不过是个孩子 这书院为何有人要追杀你 就算有 你又为何要等到现在才查 你说得确实不错 九年前我只是个孩子 就算我想查的话 我有这个能量吗 为什么现在才查 因为我才刚刚有线索 你还记得 你带着傅远之 来我东夷山灭我山寨的事吗 这件事情 是我做得不对 不过你刚刚不是说 仇已经报完了吗 重点不在你 而是你带的那帮人 什么 这群人当中有人调了一个妖配 这个妖配和九年前要杀我的仇人 配的妖配一模一样 那若这妖配 只是个意外呢 这个妖配用才非常珍贵 怎么可能是意外呢 你不信我给你看 我姚配呢 我姚配呢 骆秋迟 你要再跟我演的话 剩下的话 就跟官府的人去讲吧 等等 骆秋迟 杭初学 你不是欠我一条命吗 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如果到时候 我不能跟你解释的话 你再抓我 依你的能耐 你抓不到我吗 好 那我就暂且信你 但若你伤害了书院的人 一分一好 到时 那我定会亲自将你送到刑场 没问题 从今日起 竹岫书院 再无东夷山君 只有骆秋迟 你要是个土匪的话 说不定我们能成为好兄弟 你要不是土匪的话 我也不会有你 这么不正经的兄弟 那我去看我 你不认为好兄弟 我都不认为好兄弟 你不认为好兄弟 你不认为好兄弟 你真是你价格 你不认为好兄弟 我认为好兄弟 那就好了 那杭若雪怎么说 他 他会不会再来找你麻烦 暂时不会 怎么可能啊 他那么凶 怎么可能就那么轻易放过你呢 想不得我们家小猴子 怎么关心我 还敢威胁朝廷命官 秋迟 你就别取消我了 我这不是急的吗 我看杭教头 拿那么大的长枪过来 我就着急了嘛 很疼吧 又离开了 老着就不疼了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嗨 你从往没有遇见 才觉得自己总是默默的 一切都好 多年来 你也一直保持最暖的心 还好遇见了你 才觉得自己一直等待 一切都值得 一切都值得 刚好遇见了你在路口 不担心像左相右的曲折 多安稳 只是往往最后的都是最好的 我 又遇见了你才是 你才是 尽美的开始 宣 杭如雪 杭教头觐见 徒弟 派亲有生在身 扶毙行礼 臣杭如雪 叩见陛下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臣身为书院护卫统领 未能保护好学生安全 犹如黄命 恳请陛下责罚 杭如雪 你说 你是不是和那帮贼人 串通好了 你又外合 绝无此事 那我责罚你做什么 起来吧 快起来吧 谢陛下 杭如雪啊 此番贼人作乱 民间传言 是东夷山恶匪 重新聚首报复所为 你既亲身与这伙贼人 正面交锋 又与东夷山匪交过手 就你所见 是否真的是同一伙人 回康庆网 这伙贼人计划严密 但组织分散 与东夷山匪相差甚远 臣认为二者并无关联 你对东夷山军 评价倒是不差啊 如此看来 应该真是寻常山贼 为了求财 铤而走险 简直丧心病狂 目无王法 恳请陛下下令重罚 以警效由 请陈备人拉扯山区 还 不错 我 在哪儿呢 好 找到了 江湖疗伤密法 土鳖虫三两 无功益珍 秋迟 这书上可说了 这药呢 可以让你 疏筋强骨 意气不息 你看 你养了那么多天 也不见好 喝了那么多大夫开的药 和补品都不见好 说不定 试一下这民间土方子 就好了呢 小猴子 你胆敢拿他碰我一下试试 试试就试 来嘛 秋迟 来嘛 秋迟 秋迫有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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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迫 我给你 秋迫有烧 秋迫有烧 金花我都是为你好 秋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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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啊 秋迟 吵吵嚷嚷的干吗呢 你们 秋迫 杭教头 你误会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就是在包秋迟换样 你不要多想啊 你千万不要多想哦 杭教头 我 我知道 上次我对你出言不敬 是我的不对 也知道 你没有在关键时刻 把秋迟供出去 但是你看 秋迟现在都伤成这样了 你 你若是这个时候 想要找他报仇 那你就是趁人之危 让开 不行 我告诉你 你若是敢伤害他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我 我 我 你要是伤害他 我就告诉别人 你是一个 趁人之危的小人 姚香呢 姚香 怎么回事啊 杭教头 你不是过来打架的 你们两个和好了 你说得果然没错啊 我们家小猴子还是担心我的 我这个人从来不说谎 那是谁在陛下面前撒谎的 那不一样 杭教头居然对陛下说谎 天哪 我这是在做梦吗 还什么羞啊 大男人敢做敢当 换要这种事 女子不方便 还是我来吧 我帮你换啊 还不快出去 站住 我 我 小 小猴子 你听谁的 杭教头会把你照顾得更好的 小猴子 把门带上 小猴子 杭如雪 我警告你 你敢敢碰我一下试试 试试又如何 别废话 你别碰我啊 你别别碰我 你别乱动 你别碰我 别乱动 非要我动手是吗 杭如雪你敢碰我就杀了你 你等我杭如雪你敢杀了你 杭如雪你别碰我 别碰我 拉到山口了一会儿 我怎么会让你 你别碰我 你这不全好了吗 为何还要擦药 都怪你交句啊 你说我伤好了 小猴子能照顾我吗 胡闹 你怎能骗人家小姑娘呢 我怎么叫骗呢 少抢自夺利 对自己喜欢的人 撒一点无伤大雅的谎 那不叫骗 那叫情趣 情趣 说了你也不明白 算了你自己回屋下去吧 出去把小猴子给我叫回来 不许拆穿我 我走了 小猴子 小猴子 我走了 杭教头 怎么样了 要换好了吗 骆秋迟 这瓶药谁给你买的 你怎么又来了 我问你这瓶药 谁给你买的 什么药啊 有话不能好好说啊 炒什么炒 有人买了一模一样的药给我 我必须要知道他是谁 杭教头 你真的想知道 这瓶药是谁给你的 当然 送朝臣一百钱以上的礼物 就相当于是贿赂 这人明显是要陷害我 让我知道他是谁的话 绝对不会轻饶了他 你知道 我不知道 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 我这个药就是自己 从期货行买来的 对吧 秋迟 是赵清禾吧 你怎么知道 除了他还能是谁啊 赵清禾都做那么明显了 只有这个傻子不知道 你说清禾呀 也真是可怜 喜欢上谁不行啊 怎么偏偏喜欢上杭教头 现在想告诉他都不行 可怜的人不止他一个呀 那还有谁可怜啊 还有我 我在林珠跟你说的话 你还记得吗 我 记得呀 当然记得了 你说你来书院 是为了查找追杀你的凶手 所以你才会去藏书阁 想要去调查书院护卫的名单 可是名单已经被销毁了 对了 秋迟 你在山寨姐那的妖配呢 我们府上的王管家 喜欢收集各种珍宝 说不定他会知道妖配的处处 你把那妖配的样子告诉我 我去帮你问 妖配丢了 丢了 那怎么办 那这条线索就断了呀 对了 秋迟 你不是说 那晚藏书阁 还有一个黑衣人吗 说不定他就是凶手啊 不然他鬼鬼祟祟地 追着你干吗呀 找到他 肯定就知道真相了 秋迟 那个黑衣人长什么样子 我去帮你问 再说吧 他肯定不会被轻易找到的 那你说 书院的护卫会不会知道 或者欧阳博士 司成 你说 扫地的大爷会不会知道 毕竟那晚他也在藏书阁里 对 这样吧 我这就去帮你问 站住 坐下 你真是长能耐了啊 你敢敷衍我 查开我的话题 没有没有 我怎么敢 我这不是想帮你吗 你要真想帮我 就认真回答我的问题 我不知道 不是 你的心意 你怎么能不知道啊 停 你身上的伤还没好呢 有什么事 等你伤好了再说吧 你还知道我有伤啊 不行 我现在就要知道 我 又怎么了 清禾约我见面 我得去找他 你见他干吗 他好像有急事 我先走了 你怎么天天有事啊 我真有事 真的 不是 你怎么我怎么办 谁照顾啊 你看 谁吃的药都在这里 你这一身上就能够到了 实在不行 你就大喊旁边的杭教头 他听见了 肯定不会见死不救的 就这样 秋迟 照顾好自己 我先走了 你先进来 小猴子 世子 我就应该能伤好了再说的 这匹不错啊 是 里边请 花色也好 适合啊 清禾 我全要了 别再买了 清禾 晓君 这个好看吗 还可以 那就给我来一百匹 别看了 这十匹 那六匹 这里的 这里的 我全都要了 好 清禾 太多了 算了吧 再给我积一匹到文人府 得嘞 老板 不用送 不用送 清禾 别动好 你慢点 来 二位 看一下 清禾 你干吗 你要干吗 清禾 这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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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太多了 太多了 好看 好看吗 这个 这个 不要 其他的 全给我送到赵府 再送一匹到文人府 好 来 清禾 果然是挺好看的 老板 我还你了啊 慢走啊 清禾 警官 您慢走啊 好好好 快走啊 清禾 您也别太难过了 二隽 你说他是不是就是 不愿意用我 给他买的东西啊 您也知道 杭教头这个人 他就这样 他这个人奇奇怪怪的 实在不行 我去帮你报复他一顿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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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我也不是跟他置气 我是在借我自己 我觉得我自己 特别地没有用 只会给他买些东西 什么忙都帮不上他 不像你 可以陪在骆秋迟的身边 照顾他 但是我发现买东西 根本一点用都没有 我在他心里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 没有意义的人罢了 二隽 你怎么不吃啊 我可以吃吗 当然了 我没好意思 那我不客气了 那快吃 好 你慢慢吃 别噎着 我吃饭挺慢的 你也继续吃 你也没吃 舒服 来 喝酒 这就过分了啊 想好得快点 就给我老师带着 爽 想要好得快啊 心情舒畅才能好得快 你这受伤多日 怎么不见你家人来看你啊 我家人都在边关 趁守边疆 这么点伤不必他们记过 你从小是在边疆长大的 我家世代为教 十岁那年 我父亲便带我上了战场 你呢 你家人也在远方吗 算是吧 什么意思 在我很小的时候呢 我的家人 是 就这样 干吗这样看着我 我可不希望你可怜啊 谁可怜你啊 我只是觉得 你家应该 世代为匪才对 行了 秋迟 你在山寨 捡到的妖配丢了 那这条线索就断了呀 疼啊 老板 您看看这个 好嘞 已经问过大夫和博士 都说没有见过我的妖配 如今这里也没有 不会是被别人捡走了吗 到底去哪儿了呢 师父 吓死我了 头儿练完了 中间休息一下嘛 师父 师父啊 徒儿有一个问题想问您 什么问题啊 江湖传闻中 你喜欢的小师妹被西域人掳走 你为了救她 一个人独闯五毒坛 是真是假呀 谁跟你说的呀 师父从来没有去过西域 这些人哪 胡说八道 让我逮住了 好好地收拾他们 师父 你说你这么大年纪了 你有没有珍惜 喜欢过一个人哪 你怎么说话呢 什么叫师父这么大年纪了 没有没有收回收回 没有没有收回 有没有嘛 你要是真想听的话 师父就给你讲一个 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 我与师妹阮小梅 青梅竹马 一直以为她会嫁给我 我们仗见天涯 有一日 她救下了一个被官兵追杀的男人 不顾我和师父的反对 留她在山庄养伤 不曾想 她却爱上了这个不该爱的人 算了 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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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能这样嘛 不说了 不说了 她的 lady 她还没及时 她还是否在等待 蜂儿啊 你静蜀 慢慢吹动 她发烧 心意啊 你满下 别打湿了 她脸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